字幕提供 今天是1月27日 又要有這個版面 因為始終仍然有人在 已經是模型下 所以一定要講 亦都希望大家朋友 如果見到之後 就告訴大家 就是 石鏡泉如果可以教你投資的話 這個就是欺騙你的九成 因為石鏡泉唯一在這個網站講 不會在其他網站講 另外一個網站會講的 就是證監那個 證監會講 遲一點會講 在這一點裏 最主要是 再講一點 他們可以做到 如果你一碰進去 找的話 就會有一個叫石鏡泉 跟你聊天 他還說祝福農莊 什麼東西 他對我研究的可能頗多 不可能我已經八卦 說話太多 然後就跟你說 然後就問你 你有多少錢投資 若然如果是這樣 你告訴我 我只有三號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多謝大家 接著 行業版牌 今天也是這樣看 一看就知道 不用想 紅色的那麼少 綠色的那麼多 綠色的代表會下跌 紅色的代表會下跌 哪些可以穩陣升到呢 細心看看 第一 有天然的石油氣 第二 有保險 零售 有銀行 有家庭個人狐狸 綜合企業 農林律 這些完全不是新科技 這些全部 було 是看對 如果經濟復蘇的話 這些全部都是受惠的東西 新科技什麼樣 半導體 真可虧 好嗎 另外軟件服務 沒有 其他資訊行業 這些是曾經受到寵愛的一天 今天就被打入冷宮 到了這些紅色這邊 就開始不同了 世界真的有轉變 在這一點 看一月的期貨 我始終是3030會有阻力 現在下來 293千元不要跌穿 跌穿了會比較深的調整 這就講了很久了 也看到這裡慢慢向保利加通道中軸移動 希望它不要跌穿保利加通道 如果跌穿了就會下來這裏 在這一點 我希望大家細心去看看有幾樣東西 就是在這裏 這裏和這裏有個上升列口 這個上升列口 這裏和這裏有個上升列口 按照我們一般技術分析 所謂的列口理論 這裏有個上升列口 我沒有細心看到 這是初期的起始列口 跟著有個中途列口 這裡好像是有個列口 我沒有細心跟著 不過這裏在高位上 再有個列口 絕對不是好東西 是可以是甚麼呢 是可以叫做消耗性列口上升 這個很細細的位置 這個位置如果跌穿了之後 跌穿了這裏 如果這裏不小心在這裏 倒營頂的話 有段時間很難去 蓋在這裏的上面 那你便需要到這裏 跌穿了 可能不是跌穿了很多 也可以跌穿很多 要看我們的北水 是流還是走 所以為何前幾天 我都告訴他 花無八日好 人無千日紅 怎樣說這裏 就是因為看著這裏 不過 你一日未曾跌下來的話 你告訴別人 會跌了 阿哥那天升了 七百多點 你說他跌 第一件事 人家就先蓋你2% 我拿了貨 你又說我跌 你唱衰我 到跌了之後 大家就不要說了 我自己說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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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真正正正 遇到現在的情況 有些困境 我想請你 看看我今天有一篇文 在經濟報的 就是市跌了 怎辦 你要怎樣在這個跌市上 抽出來 這是很重要的 好了 再跟著 有朋友問上海實業 嘩 很久都沒有說這裏的事 前幾天還是跌 今天有少少資金流入 在周線圖上 又不是太差 在周線圖上 在表力加通道中軸上 要看來 背水平 10倍 大約 дела 最好 然後 日子圖上面 你看到有解 它在這裏 現時也是 很多都是在這一頂 問題是 你破 不破 我自己覺得暫時在這裏 似乎這樣下降 未必這麼快能破 不過他扣完之後再承認之後 很難說他不會再下一轉升上去 因為升上去是遲早的事 我認為 在這兩個月間 接著有人說是四環醫藥 四環醫藥你看看資金的流入 這裏有很多 即是這裏已經開始木板造成少 不要說這裏是流入流走 在周線圖上兩棍 接著在保利加通道的上軸是守住 守住了是可以的 周適論現在按照還有百里 在日線圖上怎樣看呢 第一,這是一個裂口 所以最重要是跌來跌去 記得不要跌穿這個位置 不要補回你的頭 如果不然的話 就下降多一點 放大了一點看 你就看到它基本上 在這裏是波動了 凡是有懷疑的 就應該要退出 這個位置現在是1.98 以及這個位置是1.98 幾是差不多的 1.96幾是差不多的 如果它一收下降 它就會慢慢會跌 當然它收高 然後仰上去 到時才算 不過在這點來說 我覺得資金真的推動得很有步驟 它是升是跌 就要看看資金 它是否想留在這裏 我估計 我估計 這個資金遲早有日 是要推上4元那邊的 因為4元那裏下來 有個大裂口 而大家要記住 有一件事 四環醫藥 我自己說 叫做 是一個曾經是太子黨 想賺食的地方 它會不會還有些東西是餘跌 我不說什麼 餘跌 是未曾餘跌得完 是可以有一點點 是反身上去4元那邊 我純粹從政治角度 去考慮這個股票 不是一個所謂的經濟角度 去考慮這個股票 因為始終當時 是一個太子黨股 為你 曾經推薦過 倒了價 有人問 我還拿著貨 怎樣 就看看 這幾天都有資金流出 既然有資金流出 就不是太好 起這點也看到了 升穿了之後 然後下來 這個根本 全部都是一個陰燭 看它是否下降到 這個是保利亞通道上族的下限 日線圖上看清楚 它似乎是向保利亞通道的中族 來回探 不過 這樣探完之後 是不是就死了 未必的 最重要是看它探完之後 因為它這個線是扯上去的 它沒有在這裏便會反彈 如果探完之後 直下就不同了 如果不是它反彈的話 即是說 它的活力上相多 這個是兩個月的日線圖 所以看得清楚一點 下來這裡 如果不是的話 它會再跟著彈上去 這個股票 防守性就不太好 如果以息口計 只有這七色 這七色 上面的PE 以PE計算是很低 應該是20倍到PE 為什麼是低 因為這些屬於炒股金融股 是通常都可以去到 20至25倍的PE 當然有些只有十六的令計 即是說 在比較惡劣的環境裡面 有朋友問復旦 這兩天是有資金流出 復旦 看回 它也去到一個 保利亞通道的中族上面 周線圖上面說 並曾試圖 是升穿上左力位 即是暫時沒有能力升穿得到 所以在這一點 在日線圖上面 就似乎造成了 我們所說的可能是雙頂 這裡也有個雙頂 如果是的話 跌下來等兩樣東西 我覺得 去到現在這裡的 保利亞通道的中族 可能有少許機會再反彈 如果是這樣的話 去到現在就可以考慮 考慮一下 買科 不過看著上面 指涉位就是這個 貪心點的目標位 就是這兩個 這個是兩個月的日線圖 有朋友問 中國平安怎麼看呢 中國平安一直有很多 朋友的外股 就是這幾天 你看到資金流入 是有少許減少的 亦都在這個周線圖上面 這個是正在射下來 射下來 PE11倍 息率是2.6L 不算吸引 因為它始終是一個 給你想賺價的股票 不過 能不能賺價呢 近日似乎不可以 去過見紅底之後 就回來了 就變成青蟹了 青蟹的意思是50元 而下 50元 即是50元左右的股票 不是另一種青蟹 現在保力急通道跌穿了之後 可能會落到95.5元的支持位 如果95.5元支持位 守不到的話 可能要落到92元 因此暫時說 我覺得 是 有少少要忍受一下 好 今天介紹的是 恆基發展 和恆基地產是2呎 恆基發展在做很多 是家居零售等等 有人認為家居零售 不行 不好 怎樣 鋪租這麼貴 是吧 不行 之難外 我們也要看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是否在說 經濟會復甦呢 如果經濟復甦的話 很多家居用品 很多其他實質上的東西 是否生意要好些呢 在股價上面 周線圖上面 你看到 是彈了上來 成交亦大增 如果日線圖上面 更厲害 是這樣彈發的 為什麼會這樣彈發呢 因為 預期盈利 對比2020年 會增加了 105% 這一點 最主要是因為 政府有補貼等等 什麼等等 整體正在做的行業 即是是一些百貨家居行業 是比較上面 現在來說 是復蘇經濟之中 沒錯 是受惠 不過始終是很矮的 不過不要緊 為什麼 最重要是升就行 今次這個 由於你說 只有一次公平盈利 升了上去 會不會逐升呢 我不知道 不過如果從圖表的看法 我就會這樣看 可以去想想 這個是日線圖上面 兩個月的 是裂口大幅上升 之前是向跌的 而突然間大幅上升 因為 它是由政府派錢多了 不是 受到政府派錢 所以 因此 在這點裡面 我只是純技術的賣股 可以跟著 一定在看著 紫舌 如果不是的話 它一回頭 你需要先沽 其他一些 較低位 你會看看 紫舌位是三毫半 三毫半定得很低 去到這裏 你也可以定高一點 例如今天的最低位 如果今天的跌穿 今天最低位在這裏 這個不是三毫半 即是比三毫半高一點 你可以早點離開 今天就短一點 只是講到這裏 這些之前曾經是推介過股票 有賺有輸 這些是曾經解答過觀眾的問題 如果你有問題想問 你先看看這裏 看看有沒有已經是說了你的那一隻 以及說了你的那一隻 是不是已經過了十天 如果是有近十天那裏 再刷一天 我會慢慢退出它 因為這裏所和其他 其他朋友說股票的時候 解答的問題 都是以紀錄保持十天左右 好,多謝大家